1900年8月,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眼见京城要被攻破,慈禧急急忙忙带着光绪皇帝李莲英等人西逃。慈禧原本计划从北京出发,直奔西安,但逃到山西一带时,已经经济困顿,难以维持西行的开销,只能向民间借钱。 此时,晋商乔家大气借出白银十万两,为慈禧解了燃眉之急。慈禧惊喜万分,承诺回京后必定予以重赏,要官赐官,要物赏物。 没想到,乔家别的赏赐不要,只向慈禧求写四个字。慈禧的西逃之路到底是怎样的情形?乔家想要的又是哪四个字呢? 视频开始之前,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关注,感谢您的支持。 1900年8月14日,慈禧通过奏报得知,八国联军已经计划进攻皇宫,此进城岂岂可危。 此后一整天他都神色慌张,不停与大臣商量,悉行逃跑之事。 15日凌晨时分,由侍卫禀报称,部分城门已经遭到进攻。 由于炮火声越来越近,天还没亮,慈禧就匆匆起身,带着众人向城外逃,前一天预备的行礼也没来得及待。 正应了乌漏偏逢连夜雨的俗话,慈禧等人走出西之门不久,天上就开始下雨。 众人走得着急,遮雨的气聚一样未拿,在雨中背淋得狼狈不堪。 可外国军队随时可能追上,慈禧片刻不敢停留,命令所有人冒雨前进。 一千余人的队伍在泥泞中持续向西走,包括慈禧在内,所有人一整天都没有进食。 天黑时,队伍赶到了昌平。 手下卫士到城门前通报,太后与皇帝要进城休整,命昌平之州陪敏中开城门迎驾。 不巧,陪敏中因病告假,周中事务暂由霸昌道管事奉昌带领。 奉昌不认识慈禧和光绪帝,也没有接到过地驾出巡的通知,而当时义和团起义闹得十分激烈,昌平也不安稳。 出于安防考虑,凤昌将慈禧一行做流民对待,拒绝打开城门。 慈禧又气又急,却无可奈何,不得不暂时驻扎到城外破庙里。 随行人员能找到的食物只有玉米,和当地百姓送来的一张饼。 机场碌碌的慈禧再也没有了昔日的排场和讲究,晚上就着凉水吃烤玉米和杂面饼睡柴草。 临睡前,慈禧一直念叨着再能有碗绿豆粥喝就好了。 但随从们能找到面饼,已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慈禧也自知条件有限,只能忍着。 而第二天的日子比前一日更加艰难,不仅没有饼吃,就连水也喝不上。 无奈之下,慈禧只能接过侍女从路边取来的揭杆,搅取枝叶解渴。 回想起从前的奢华,再看看眼前的落魄,慈禧忍不住对身边的人感叹称我已完全成一厢老了。 17日,慈禧抵达河北淮来县,逃亡路途也出现转机。 淮来之县吴勇虽然位卑之小,来历却是不凡。 他既是李鸿章的幕僚,也是曾国藩的孙女婿。 因此,吴勇在慈禧面前的表现颇为得体。 刚收到相关消息,他就率不下赶到城外很远的地方迎候。 事实上,怀来县财政并不复述,又在近期遭遇匪患,吴勇能准备上的食物十分有限。 他就一边准备接驾,一边想办法紧急动员地方相身为此事处理。 见到慈禧的轿子后,吴勇即刻叩拜请安,慈禧为此深感安慰。 由于连日奔波,慈禧一行蓬头垢面,怡荣遭乱,吴勇又贴心地为众人安排了书席。 经过一阵修整,慈禧询问吴勇可有什么吃食? 吴勇将怀来献匪患之事,如实告知给慈禧,并略带残涩地呈上了绿豆粥和烙饼。 而慈禧念到绿豆粥已久,此时,放在他面前的粥正如雪中送炭。 慈禧大为感动,连声称赞吴勇做得好。 后续的餐食中,吴勇还在香绳的帮助下让慈禧吃上了鸡鸭鱼肉。 慈禧对此再满意不过,下旨将吴勇从知县升任为知府。 后来,吴勇借助这个功劳,又一路高升至二品知县。 在怀来吃饱喝足,慈禧开始处理公务。 这时他才发现,出逃时过于慌张,竟连玉玺都忘记戴上。 最终只好借怀来县的大印向各处官员下发文书传达指令。 而这其中一条指令便是要将陪敏忠带到怀来问罪。 凭借多年的官场经验,无勇知晓,陪敏忠见驾后必死无疑,就悄悄送信过去,助其逃跑。 派去抓陪敏忠的人扑了空,慈禧十分不悦,但外国追兵的危机仍未解除,他也顾不上在这件事上耗费更多精力,很快就启程,继续西逃。 8月27日,慈禧一行走出河北,来到山西境内。 此后,慈禧陆续在山西逗留了53天。 自从慈禧在怀来县使用支县大印,向各地通报了太后及皇帝西寿,沿途官员随时准备接驾的消息后,逃亡途中的日子比支县好过了许多。 与此同时,接驾地的百姓和官员的日子也因他的到来而受到诸般影响,一些人的命运甚至因此发生了巨变。 慈禧进入山西后的第一站是天镇县。 得知慈禧要来,只见鹅藤提前好几天就开始准备赢家。 未曾想到,慈禧在前一个地方多逗留了一些时日,致使鹅藤为接驾备下的食物因天气炎热全数腐坏。 慈禧派来打前站的官员看到这种情况后,怒斥鹅藤办事不力,并则令他立刻重新筹备。 可慈禧一行有上千人之多,鹅藤能备其食物已实属不易,一时之间根本无法再凑齐如此多的量。 京剧之下,鹅藤在慈禧到来之前服毒自尽。 鹅藤死后,其他官员不知所措,最终还是御官出面,为慈禧安排了简单的招待。 天镇县之外,山阴县也在接驾过程中出现了重大失误。 山阴县县令百般求饶,才免于一死。 霍州之州李一鸣则因为不受慈禧亲信岑春轩的待见,被其告了黑状。 尽管李一鸣为伺候好慈禧费尽心力,还安排了城内最好的厨师前来做饭,但最终仍落得隔职罢官的下场。 另一方面,慈禧抵达大同府时,总兵杨洪礼携手下人马,不辞辛苦到离城五十里路的地方进行迎接。 他还为慈禧备下丰盛的食物和可供赏玩的物品,让慈禧重新感受到了往日的奢华。 慈禧对杨洪礼的精心安排非常满意,立刻升了他的官职。 他成为慈禧一行,进入山西后第一个被升官的人。 代州光武镇的富商杨英葵,也因为在招待过程中深得慈禧欢欣得到褒奖,被赏赐黄马卦以及玉笔钦蹄的匾额一块。 此外还有杨明宝商户贾家,太原总办徐贵分等人都曾在接驾慈禧的过程中获得奖赏,为慈禧接驾瞬间变成了升官发财的光明大道。 正因如此,即使有鹅藤自尽这样的前车之鉴,大大小小的官员和民间豪身还是要争先恐后地涌上来,以求得一个给慈禧服务的机会。 这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当属晋商乔家。 众所周知,明晴五百年间,晋商始终独树一帜,位列十大商帮之首,而乔家在晋商之中又是首屈一指的存在。 乔家生意红火,商业网络也就四通八达,还与朝中官员有密切往来。 慈禧西淘时,与乔家交好的内阁官员桂月亭是随行人员之一。 他向乔家透露了慈禧过河北后,欲要进驻山西的事情。 乔家分布在沿途的山号,同样注意到慈禧西行的蛛丝马迹, 虽将消息传递至齐县乔家大院桂月亭给出的信息也就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 故而,晋商乔家实际上比山西省的官员们更早了解慈禧的行程。 掌舵人乔智庸认为这是一个有利于乔家发展的好机会, 暗中命令手下人做好接驾准备。 当时,乔智庸年于八十,虽然头脑仍很清楚, 但具体执行管理事务未免力不从心。 所以,他在数年之前就已经大胆启用年轻人掌管商号业务, 甲基英和高玉就是他手下的两名干将。 甲基英早先是齐县大德衡票号的学徒, 乔智庸发觉他见识过人,又有极强的交际能力, 便将他提拔为太原大德衡的经理。 高玉是齐县大德通票号的经理, 与朝廷官员的往来主要由他负责接洽。 起初,乔智庸只是计划在齐县为慈禧一行接驾。 却没想到,在慈禧驻留太原期间, 乔家就与他产生了重要联系。 9月10日,慈禧到达太原, 知府许寒度与手下官员带着遗仗和鸾架在城外相迎。 到了住处后,慈禧发现, 太原府为他安排的行宫金碧辉煌, 一应器物也是气派奢华, 其中不少物品连京城中都不曾有。 慈禧为此欣喜不已, 在行宫中不停夺步查看,仿佛回到了宫里。 原来,乾隆年间,太原府曾经收到旨意说, 乾隆皇帝要来巡视五台山, 太原府需建设行宫,准备接驾示意。 但乾隆最终并没有来, 太原府准备好的物品就一直被封存在库房中。 此次,官员们将库中物品取出。 经清洁打磨后, 他们仍然光洁如新, 于是便被用于接待慈禧。 慈禧在太原府歇息了21天, 每日生活极尽奢靡, 过得十分舒服。 高兴之余, 他想起要安抚当地百姓, 为顺利走完后续的西行之路提供保障, 于是两次下令减免山西境内部分地区的税收。 等到要离开太原时, 慈禧细细一算, 发现西行之路已经没有多少经费, 而放眼国内, 晋商最是有钱, 他又身在山西, 向晋商借款便顺理成章。 可时局动荡, 战乱频发, 商人们都不敢冒险。 太后和皇帝借钱, 他们也不敢指望能要回钱款。 因此, 慈禧提出借钱一事后, 好几天没有得到晋商的回应, 假基英有着同样的顾虑。 但他同时也想着, 朝廷要借款, 如果大家都不配合, 触怒圣言, 借时就是不借也得借, 说不定还要额外获罪。 不如现在同意借出款项, 还能获得主动权。 假基英将想法告知给乔治庸后, 乔治庸也同意借款。 慈禧便带着从大德恒票号借得的十万两钱款, 继续息刑。 10月2日, 慈禧刚一来到期限, 乔治庸就携家眷及手下得力人士, 将慈禧接到大德通票号, 并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而早在数日前, 高玉得到乔治庸的授意后, 就已将大德通整修得焕然一新, 还挂上红筹和灯笼作为装饰, 以供慈禧和光绪皇帝下榻。 乔家在齐县的其他商号也布置完毕, 用来招待慈禧的随行人员。 慈禧对乔家的接待很是满意, 对于乔家同意借钱一事也兴怀感激, 所以大方帝对乔家许诺称, 无论乔家想要什么赏赐, 只要他能办到, 回宫后他就立刻兑现。 乔家在钱财上并不缺, 也无异于仕途。 因此, 乔治庸略认识之后, 回复慈禧说, 我们不求金银财宝或功名上的赏赐, 只向您求四个字就好。 慈禧一边赞叹乔家不贪图名利, 一边好奇乔治庸想求的是哪四个字。 乔治庸微微一笑, 回答道, 您为我们带来了福气, 所以想求您写福种狼环四个字, 在制成牌匾挂在厅堂上。 慈禧心中直夸乔家董事, 不仅为乔家写下了这四个字, 还在临离开时, 反复告诉乔治庸, 乔家事情办得好, 以后回京必定重赏。 事实上, 比起功名利路上的赏赐, 对乔家而言, 反而是简简单单的四字牌匾价值更高。 有了这块牌匾, 慈禧太后就在无形中做了乔家的靠山, 地方官员对乔家也更敬重几分, 生意比以往好做了很多。 做生意的人就爱讨个彩头, 有了慈禧亲提的扶重狼环匾额, 乔家的票号也吸引到了更多的商户。 慈禧卫表示对乔家的感激, 特意将后续西行图中搜刮到的钱财 全部存进乔家经营的票号。 官员们受此影响, 也将乔家票号作为存钱的首选, 乔家从中赚到相当多的利润。 在慈禧借钱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甲基英, 也因此迎来了重要发展机会。 1904年, 清政府想要开办户部银行, 慈禧立刻想到甲基英将他调到朝廷协助这项工作。 后来, 户部银行发展成大清银行, 甲基英出任我国第一任银行行长, 是我国银行业的奠基人。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觉得本期视频不错的可以点个关注,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更多的历史知识。